今天川普要的东西很简单 就是要台湾付钱 你要付更多的钱 无论今天你是要买武器 或者是说要跟美国采购很多的农产品 或者是说跟美国买各式各样的东西 对川普来讲他觉得都OK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台湾付大量的钱给美国 那是对于台湾来讲 其实就是很多成本上面的增加 那我们有这么多的税收去填这个洞吗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 现在台湾民众在讨论的这件事情 就是美国现在对于台湾的 只是予取予求 只是想要从台湾榨取更多的金钱 跟利益而已 但是真正美国会保护台湾吗 其实多数的台湾民众的答案都是no 其实台湾很多民众都觉得 以美论才是现在大家觉得 主流的一个想法 我认为其实台湾现在唯一的因应方法 就是要想尽办法 让自己从冤大头这样的一个角色跳出来 他应该要跳出来说 我们不要再持续的 就是今天美国一讲话 我们就要付钱 比如说像佐隆泰林佑桑的反应就是 当川普认为说你要付更多保护费的时候 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 我们在未来我们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 比如说可能让年轻人当兵的时间拉得更长 或者是我们要花更多的钱 去买美国的这些破铜烂铁的武器 这个是民进党当局 这个第一个想法跟反应 可是这对于台湾民众来讲 这不是好事 我们如果今天把这些买军购的钱 拿来做我们内部的建设 或者社会福利的话 其实台湾会过得更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